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小姐美食祭 又到了吃栗子的季节 今天我们用栗子来做一个好吃的中式糕点 这个食谱有三个部分组成 水皮,油皮,还有内馅 内馅用板栗来做 刚买回来的新鲜板栗,清水冲洗干净 用剪刀从中间横剪一刀 开口往两边开大一点 大家用剪刀的时候,小心别伤到手 板栗倒入锅中,水没过板栗 加一点盐 煮开把板栗连水倒入盆中 水不烫手的时候,趁热会容易去皮 这种一字口相比十字口去壳要快 煮好的栗子上锅蒸20分钟 蒸熟的栗子加白糖 黄油 黄油可以增加奶香味 用料理棒打成泥 这样板栗酱就做好了 把板栗酱分成八等份 搓圆放冰箱冷藏备用 现在来做水皮,也就是和面 普通面粉先用开水烫面 烫面使面团更加柔软 搅拌一下 再倒入冷水 揉成这样的一个面团 这里不用揉光滑 松弛20分钟 20分钟后,我们把面团揉到光滑 这个时候面团很容易就能揉光 盖上盖,饧面一个小时 现在来做油酥 普通面粉,加泡打粉 玉米油,搅拌均匀 分成四等份,搓圆备用 分成四等份,搓圆备用 水皮搓圆 分成四等份,拿一个剂子 像这样从中间压下去 把油酥包进去 收口 按顺序放好 拿出第一个,剩下用保鲜膜干好 防止变干 像这样擀平 从上往下卷起来 按顺序放好 从中间切一刀 这样一次就可以得到八个面团了 拿出第一个,其他盖好 切好的这边油酥是暴露在外表 先给它收口 两头往中间收 压下去 擀平 光面朝下 放上板栗馅 像这样给它包上 收口 压扁 就可以直接上锅烙 也可以两面撒上芝麻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碗里倒点水 加一勺面粉 在每个面饼上刷一下 撒上芝麻 按压一下 这样芝麻粘得会比较牢固 不容易掉下来 锅中倒油 放入面饼 中小火烙至两面金黄 外皮特别的酥脆 轻轻一掰 就酥脆的掉渣 也很有层次 加上芝麻的香味 香甜不腻 特别好吃 喜欢板栗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 祝大家生活愉快 下期再见